好的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咱们这期的视频 我是一空 那么这一期呢 咱们带来的还是实况足球2021的游戏视频解说 在上一场比赛呢 咱们是战胜了韩国队 前进了半决赛 在半决赛咱们要对阵的是 之前的对手 日本队 日本队也是非常强的一支队伍啊 比赛马上开始 大家拭目以待 好的 这边比赛是一分钟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日本队现在是空球 传给队友 中国队现在的阵型是非常的稳固啊 根本没有任何的进攻机会 日本队 中国队还在防守 他会选择哪个落点呢 打一脚 防得非常的漂亮 漂亮 守门员也是精准地接到了这一颗球 固热金汤的防守 这边中国队 空球 在侧翼 一个假动作 大家都期待一较高水平的传球啊 被日本队的球员顶了回来 这边的话 咱们是到了加时赛的阶段 到了加时赛阶段 因为咱们之前打了90分钟 是一直没有决出胜负 所以这边直接跳过到了加时赛啊 这边的话加时赛95分钟 两边还是0比0 中国队控球 日本队拿到球权 在侧翼想要找机会出手 传给自己队友 漂亮 中国队防守成功 球是出界了 中国队可以感觉到体力似乎是有一点不够支撑了 空球率没有那么高了 上半场和下半场消耗的体力太大了 中国队 空球 有机会 侧翼 被日本队球员抢掉这个球 加时赛已经过了半场 我觉得对双方队员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疲劳 这边的话是一个中场休息啊 加时赛的中场休息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的 好的 那么休息结束之后 下半场开始 中国队 控球 已经来到了110分钟了 时间很紧迫 中国队 把球顶了回来 日本队 这边发生了一个冲突 我说漂亮把日本队的球员啊你踢我我踢你漂亮中国队 漂亮 中国队在熬战了110分钟之后成功提进了全场第一颗球 在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是决一胜负的一颗球了 非常的漂亮 这一颗球 可以看到整体也是非常的开心 其实到这儿这场比赛 悬念已经非常小了 因为可以从这场比赛看出来中国队的防守体型是非常的完善 日本队想再进攻是非常难的 那么这边 这个进球价值连城 取得了关键的领先 日本队拿球 中国队 控球 漂亮 漂亮 领了回去 中国队再次拿到球权 这个时候只需要把球控掉 就已经拉到变线了 日本队把球踢了回来 时间已经来到了123分钟了 传给队友 中国队 日本队顶着回去 漂亮 哨声吹响 中国队 进入决赛 创造历史几落 1比0 日本 压球杯决赛 我们来了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